北京时间10月20日19点35分 中超联赛第28轮 迎来一场焦点大战 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北京国安 上海海港只需主场赢球 就能获得本赛季中超冠军 然而本场比赛却发生许多戏剧性故事 和激烈的冲突事件 首先是在比赛第24分钟 严俊玲门前王火 王刚抓住机会铲射破门 严俊玲超级超级巨大的失误 使本队陷入极其不利的局面 严俊玲这次处理球 真是显得太业余了 比赛第51分钟 北京国安门将开出后场大脚球给到前场 随后前点百度后 将详玲带球快速突进进区内 王生超背后犯规 北京国安获得点球机会 西亚本场比赛第6分钟获得点球 哇这个好像打浙江那场比赛那个点球一样啊 这就是我们说中场休有时候说海港的这个防守的问题 就是球员的这种注意力专注度 就总是出现问题 从张林鹏的表情来看的话 他对这个点球的出现好像觉得没什么争议 没有争议 从我们从我们 王生超这 哎呀这个球确实犯规了 这种 随后 法比奥点球命中 北京国安队客场2比0领先上海海港 进行了8分14秒 北京国安队通过点球扩大领先优势 在比赛第80分钟 北京国安球员池中国在拼抢中 嘴角被打出血 国安中场球员李可与海港球员买提江扭打在一起 双方球员爆发激烈的冲突 这个球李可是险上的 但是李昂得控制 李昂你有张牌啊 对 李可这球呢 因为买提江今天好几次被踢 他实际上是没有发动的 这个球李可抓住人之声 连抓代替呀 对 确实也是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吃中国是鼻子出血了 对 刚才应该有 嘴角获了 那这个肯定 这个肯定会有V2介入 李昂还在 李昂一定要控制 一定要控制情绪 如果这样的话 会被罚下去的 对呀 刚才其实已经 最终 裁判向买提江和李可 每人出示一张黄牌 最终 上海海港主场 1比2赋予北京国安 无缘提前获得中超冠军 再次